遭到刑事定罪之后的川普在这个星期枪势回归 重新踏上竞选舞台 宣告这场大选迈入新的阶段 一场场专访跟群众集会 都是他测试禁言令底线 攻击美国司法系统 以及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舞台 他信心满满 因为就在他被定罪之后的48小时之内 就已经收到了7000万美金的捐款 总计在5月份 川普阵一共募集到了1.41亿美金 而这是他宣布竞选以来的单月最多 原本他还以为川普在被定罪之后 川败之间的民调可能会出现黄金交叉 但最后只有一些微的变化 不足以撼动选情 美国历史学家说 过往的总统选举 选战比较多主打的是乐观 而这是第一次有参选人 直接公开的说他上任之后 要来报复对手 而川普定罪之后 拜登的第一支持率凸显出他的连任危机 美国人民已经看透拜登 既不能够治愈美国分裂问题 也没有办法确保世界和平 这让川普定罪之后的美国选局 更加混沌不明 再也不只是前总统 一个摩天大楼和赌场大亨出身的畅销书作家 真人石敬秀主持人 这星期川普一一名被定罪的重刑犯身份 重新踏上竞选之路 他正在宣告这场总统大选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纽约时报分析 在确定有罪的那天之后 对川普来说 纽约封口废案这一页就彻底翻过去了 他不再受制于曼哈顿法庭 开始重启自竞选活动开始以来 一直存在的报复性言论 一场场专访与群众集会 都是他测试禁言令底线 攻击美国司法系统 即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舞台 他信心满满 因为就在他被定罪后的48小时内 竞选团队在网路上 收到了7000万美元的捐款 连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边的加总 5月份川普阵营 共募集到1.41亿美元 这是他宣布竞选以来 单月最强劲的募款金额 很有可能连续第二个月 超越对手拜登 而川普盟友及共和党明代 第一时间宣誓效忠 也替川普后事注入一记强心针 一封发明参议员联合庶民的公开信 甚至誓言 要阻止重大法案 及拜登成为提名人 理由是我们不愿意帮助 和怂恿白宫实施分裂这个国家的计划 这是一个危险的抗论 而且是另一个原因 美国会决定 他们不想要一个犯罪犯的罪人 他们不想要一个犯罪犯的罪人 他们不想要一个犯罪人 不想要一个犯罪人 或是一个犯罪人 让他们被犯罪犯的罪人 然后被犯罪犯的罪人 让人忧心的是 原先以为川普遭定罪 或多或少将有助拜登选情 马凯特法学院一份民调 甚至大胆预估 川普在全国登记选民中的 微弱领先优势 将一举扭转 变成拜登四个百分点的超前 但有时意外发现 审判后的美国党派分歧 竟然不止不是鸿沟的对立面 还向两个平行宇宙 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对拜登的领先优势 在定罪后 已从3%降至只剩下一个百分点 而这么渺小的变化 如果聚焦摇摆州 根本起不了关键性作用 川普正陷入惊人相似的战略地位 如果没办法吸引大量 不喜欢他们的选民 就无法获胜 而川普被定罪 对选举的影响正在被罪小化 一个充满混乱分裂 与不可预测性的领袖 固然会给美国人 在选择上带来压力 但对不满现状的选民来说 稳定才是真正的风险 无论拜登诉求 川普第二任期会有多危险 震诸历史 民主党人恐怕都该比共和党人 更忧心当前的选局 它 seems to me that the more extreme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becomes in terms of ginning up his people to say we are now a fascist country this is not America anymore this is not a country this is a banana republic and never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really has somebody who talks so pessimistically about this country won an election I mean think about what happened in Hoover versus FDR Hoover is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an't really help the depression and don't worry it's getting a little bit better FDR comes along and says it's in terrible shape now and it's not your fault you people it's the leadership that have failed and I'm going to act and he wins by a landslide look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rter saying that the problem in the country is the malaise of the people that somehow they've lost crisis of confidence and then Reagan comes along saying it's optimistic it's a morning in America we're going to make this work optimism in elections optimism usually prevails in terms of who people want to lead them and I think about Lincoln and the second inaugural with malice toward none and charity for all let us bind up our nation's wounds that's just the opposite about saying if I get to be president again I'm going to get back at the people who've hurt me 事实是 定罪后付出的川普 本周又迎来了重大胜利 乔治亚州颠覆选举案 遭到搁置 几乎可以确定 2024年都不会开庭胜利 联邦选举干预案 也出现严重拖延 最高法院势必将针对 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主张 做出裁决 有时说 这样的拖延 正让川普在维持现状的同时 继续抱怨美国司法体系 并让他在大多处摇摆州 保持领先 等到他顺利当选 他再利用总统权力赦免自己 至少在联邦案件上 绝对可行 曾经在总统任内 大喊反对TikTok 如今川普竟然开通账号 一天还吸引300多万粉丝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川普发布的第一段影片 就获得590万个赞 强势超越拜登 最正反映出 川普凭选战 正积极拉拢年轻选票 而拜登的低支持率 在川普遭定罪后 更凸显出他的连任危机 人民深知 他既不是一个 能治愈美国分裂的领袖 也无法确保世界和平 当我们频频回看历史之时 正对美国的未来 充满焦虑